也是一样 拼用之辈太多了 真正的天才 真正的英才 真正的西红才 真正对国家 对人类 对人民 对民族 有用的人 太少了 对科学技术 文学技术的 有很大突破的贡献 更少 你过于考试 把一切手段放在考试上 你永远培养不出了 伟大的天才 天才是发现的 不是培养的 已经有研究巨大成果了 还有用考试来 来碰他吗 来袖他吗 太愚蠢了 考试 你已经有多少怪题 也是那 刁难学生 不得以智慧 他因为他毕竟是 弄几个吸体 弄几个另体 都是对定理和定理的应用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高考你在国家 高考发达的国家 永远不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 因为你这套 是反科学东西 违背了 人才的规论 违背了教育规论 违背了 科学规论 也违背了技术规论 因为技术 低不低 技术定乎科学 他也不能靠这么管理 小小的发明 他也不能考上去 因为考试 他就有事情限制 这不是连拿技的 人家观点 软满是受偏见的 你比如说 原来 这成功高的 也确实 有比较优秀的 你的白色在外 这也不对 是吧 什么好的 他也有白鼠 这也是 一句话 哪棺都能买白鼠 哪棺都能买白黄金 哪棺都去的鬼 哪棺都成了 星星是无限的 你现在科学家研究 你说到时候有多事 是无限是有限 这是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解决问题 谁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完全可以拿诺贝尔仰 宇宙是无限是有限 到目前为止 谁也解决不了 因为你很难证实 很难证明的 太大了